我們是東京走橋 我是鮑勃 我是偉恩 今天是我們的東京上班族假日的日常Vlog第二集 然後今天我們剛好是在GOLDEN WEEK黃金洲期間的放假 我們主要會帶大家去鮑勃 就是之前上過班的幾個地方 首先我們的第一站就是大門站 也就是鮑勃現在正在上班的一個區域 我們今天三個景點就是大門六百步跟行速溪 相距也不遠 所以我們可以用走路的方式接起來 就讓大家知道鮑勃以前上班的區域在哪 然後他可能在附近會做什麼或吃什麼 大家知道嗎 大門的大門就是我後面的這個大門 好 請問一下蒂頭蛇 因為我們現在差不多是一個偏早午餐的時間 那這裡你有沒有什麼推薦的吃的東西 就是在真上社旁邊有一家麵包店 他就是我認為永遠唸不出來的名字 反正就每次唸都會被罵 對對對 然後那邊我還蠻常就是 如果早點來上班的時候 我會直接在那邊吃個早餐 嗯嗯嗯 好那因為我們都知道 你是東京總小的包婆 對 好爛的 那現在還有人不知道 我覺得就有問題了 對對對 好爛的問題 好那有沒有什麼你在這附近就是散步的景點啊 或路線 好好好 因為我的公司就在後面那邊 然後你也是離真上市很近 然後還有織公園 所以我常常吃完中餐如果還有點時間的話 我覺得大概花個半個小時的時間在這附近晃 那就會經過真上市 然後來到織公園那個平台 那我們等一下吃完早餐之後呢 我們就帶大家走一下包婆 就是在吃完中餐的時候會走的路線 讓大家看一下在東京的上班族 竟然中午就可以看到東京鐵塔有多麼爽 也是運氣好啦 運氣好在這附近工作 因為今天是黃金鐘嘛 所以在超級室內跟室外都爆滿 所以我們就買個外帶了 我們在那個麵包店啊 對面的公園坐下來準備要吃早餐啦 買的是培根法式麵包 這個麵包非常的有嚼勁 然後咬一口之後呢 那個麵包的味道扑鼻而來 然後再加上這個培根一點點綴啊 好好吃啊 我點的是 就是ham and cheese croissant 所以是火腿起司可頌 我覺得這個麵包還不錯吃 然後它的可頌 我覺得我自己認為有一點點偏乾啦 但其實我不太懂可頌 可能我吃習慣台灣那種比較偏油的 但是它的起司跟那個ham 確實吃起來都還蠻香 我覺得整體來說還算不錯 你出國的時候會用到飯店或咖啡廳的Wi-Fi嗎 你想追的劇 發現台灣的串流平台竟然沒有上映嗎 你有過一出國就發現賬號被盜的經驗嗎 以上都是身為旅遊型的YouTuber 東橋的親身體驗 所以讓我們感謝今天的乾店 Nord VPN VPN是虛擬私人網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的簡稱 簡單的說就是可以讓你連結 不同地區的網路IP 還可以透過加密技術 藉此保護你的網路安全隱私 如果想追的劇剛好台灣的串流平台沒有上映 就可以用VPN連接到其他國家觀賞 反過來說 如果出國回飯店怕被暴雷想追劇 發現在日本不能看的時候 也可以連回台灣的IP來觀看 出國使用飯店或咖啡廳等 公用Wi-Fi的時候 也記得連上Nord VPN 透過加密技術保護你的帳號安全 不要像我以前一出國就發現帳號被盜 透過中金總結橋的專屬連結 現在還有30天試用免費退款的優惠 自己體驗看看好應用再續訂 一個帳號最多可以試用6個裝置 讓我們再次感謝 Nord VPN贊助本支影片 接下來在大家走走包裹吃飽中餐之後呢 會散步的路線啦 好 那我們首先從真上寺門口開始走吧 這個區域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同時可以看到真上寺跟東京鐵塔 那你平常就是如果來這邊上班 應該說午休的時候如果來這邊散步的話 這邊人潮怎麼樣 其實應該是解封之後人就一直保持這麼多啦 所以他平日也很熱門囉 平日也很熱門 對 我們現在是好像英州的算中段嘛 是啊 你覺得就是疫情 這是疫情後第一個Gordon Week 對不對 那你覺得人潮怎麼樣 爆多 我們這幾天一起拍攝到各個不同的大景點 我覺得甚至比航新聞也有講了 比2019年疫情的最後一次黃金洲 比較起來好像人又更多 那我們剛剛從真上寺的後端 然後走樓梯上來之後呢 就到織公園 然後這是一個二樓的大平台 可以看東京鐵塔的絕佳位置 可能是因為黃金洲的關係 這個平台今天看起來 有一些活動 大家可以看到還蠻多 朋友啊 或是親子在這邊 野餐 然後或者是搭一個小帳篷 那這邊是東京鐵塔的附近 非常有名的一個日本豆腐料理店 叫做五趴一 那我們就是偏要在中午吃飯的時候來吃下午茶 比較能夠避開人潮 那我們現在要點的是那個Waffle Set 那我要點的是Waffle Fruity Set 總共三千塊日幣 其實不會很歸來這種超級高檔的 因為像飯店的服務 三千塊就是蠻值得的 這家在那個蒜汁公園跟東京鐵塔中間的這家店 很有名 然後每次散步經過的時候 就很想要進來看看 就沒想到今天拍Vlog 趁著這種奇怪的時間點 中午來吃這小茶 然後竟然得到這個完全沒有人 而且我剛剛走進來 然後看那個日式庭園 然後再加東京鐵塔 我覺得基本上雖然有點貴 但已經值回票價 因為老司機帶著不一樣 超棒的 我們的水果茶鬆餅套餐 剛剛還蠻酷的 他說這裡面的水果可以拿出來沾奶油 然後另外他還有附了三個不同口味的小餅乾 還不錯喝 但是外面現在體感溫度應該超過30的 我們來喝熱茶 嗯 它茶的味道超好吃的 嗯 這家店它鬆餅的那個奶油 是豆乳製成的 因為這家本來就是豆腐料理店 我覺得這家店的鬆餅 外面烤得蠻酥脆 然後裡面很蓬鬆 我不太確定它是不是也加了豆 之類的原料 因為我覺得它的鬆餅跟一般那種 平常吃到的鬆餅味道不太一樣 然後包含像剛剛講的這個 豆乳做的奶油 整個的風味跟平常吃到的還蠻不一樣蠻特別的 那來這邊用餐的話記得一定要到它的日式庭園走走看看這邊的風景 好 好啦我們吃完下午茶之後呢 我們經過東京鐵塔往六本木耳方向走 那邊呢就是包補跟維以前工作的地方 日本人啊真的超愛喝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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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經過東京鐵塔下面 然後就有一個KELIN的那個啤酒的活動 其實我們剛剛吃了早餐跟那個烏開的下午茶吧 其實就是包伯跟現在女友的第一次交友人體上面的約會行程 我們早上就先約在那邊 對 那個麵包店嘛 然後吃個早餐之後呢 然後離開之後我們就覺得說這烏開我也很少進去 然後既然有在賣下午茶 所以我們就進去吃它的剉餅 然後沒想到就這樣子感情就慢慢的萌芽了 日本的不管是餐廳或咖啡廳還蠻流行這種叫TELAS 基本上就是有一點半開放的戶外空間 然後看是吃東西啊或者是喝飲料都感覺還蠻舒服的 這邊開始我覺得我就有印象 也就是以前好像中午的時候你會帶我在這邊 就是吃完飯之後在這邊不停散步 對 而且我們其實還會買一些便利商店的東西 然後在這邊拍個小拍箱嗎 我記得 對啊以前我們有一個節目叫做東京熱訊息 對東京熱訊息 對然後我們是會開箱最近的可能便利商店 或有什麼新奇好玩聯名的東西這樣 我們以前啊 第一次接到那個Wi-Fi廣告的時候 對 是在這裡做了什麼事情 就我們在這邊好像講大一半 然後有個小朋友從後面不知道是怎樣跳過去這樣子 我們還有剪一支NG的影片 對對對沒錯 我們以前真的是在這邊做了很多事情 這次要留在東京以及離開東京 這邊就是因為這邊大家現在看到這個樹 都是櫻花樹嘛 對 所以以前我們在櫻花季的時候會在公司外帶東西出來 然後跟同事約了坐在這附近 然後吃東西這樣 來我來介紹一下 這邊是什麼地方 這邊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回憶 對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剛剛不是講說 櫻花季的時候我們會在這邊坐著 然後吃便當 我記得有一次是買Shakeshack來的一次 對 然後我們還在這裡拍過海賊王 然後就是有出過一個那個漫畫聯名咖啡的包裝 對 然後另外還拍過那個自製便利商店米漢堡 對 我們在這裡做了超多的超多事情 對啊 但這邊真的超漂亮的 好啦我們已經到了之前工作的地方 六本木Hills 喔 那我們這次的行程啊 沒有特別要經過六本木之丘這個地段 其實我們要等一下出去之後往左轉 然後到廣尾那個區域 這邊這段開始啊 後面後面是我們之前公司嘛 然後下來沒多久 然後我覺得現在我們要走的這一條 是我以前算你帶我走過 我還蠻有印象的一段course 那你當初是怎麼發掘這個路線 應該說我本來其實下班就喜歡亂走路 然後就喜歡邊走邊迷路 然後迷路到一個好像就是其實 還蠻漂亮的條路 然後我就一直一直去走一直去走 然後走習慣之後就變成穩穿路線了 我們今天影片主題啊 其實只要介紹鮑伯跟偉恩的 空座附近的一些有趣的景點 但是呢沒想到拍來拍 變成了就是一個還不錯的散步公寓 我們今天拍攝的開頭是大美 一路經過東英鐵塔 然後繞過六本 我們現在來到王位 請問一下中午我們要來吃啥 雖然可能大家不會覺得很驚訝 或怎樣 但是我跟偉恩很常常吃了一家 就是餃子也叫Tiger Kyoza Tiger Kyoza 這邊就是偉恩跟鮑伯還蠻常來的地方 叫Share Brim 它是一片草皮然後可以喝咖啡喔 這條也是我們以前算蠻常走的路線啦 然後這邊一直走會通到哪 我們現在這邊所在位應該是沿著青山陵園 然後往直直走方向 因為往左轉就可以到外院前 就是看隱性的好地方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很標誌性的外院前的隱性大道 那這邊也是很多拍日劇取景的場景 有一次我們晚上經過這裡 就有看到有人在拍片 這邊就是你第一份工作的區域啦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當時工作什麼有趣的事情 哇 有很多很多可以講 但大多都是負面的 那時候剛搬來日本的時候應該是26歲吧 一定是十年之前 那時候台灣工作大概兩年左右 然後就搬來日本 就在現在台灣台商待過 完全沒有刷過任何的外資企業 然後來這邊是一個台灣人經營的 算是日商吧 我只能說就是 他學了台灣的缺點 然後也學日本的缺點 可以這麼說 雖然都是蠻負面的 但我覺得可以學到蠻多的 然後台灣的部分 台商的缺點部分 可能就是老闆都覺得 所有公司賺錢都他的 對 那學日商的缺點 缺點的話就是 你下班的時候 你要看人家的臉色下班 就如果你的前輩沒有走的話 你也不會跟著一起走 然後大概 我們以前是9點到6點上班吧 然後大概8點的時候就有一個早會 所以 雖然說9點上班 但你其實8點多就到 然後早會開到大概 6點之後 當然一定要加班吧 加班大概到6點 7點吧 那7點半的時候 差不多我就要走了 然後那個時候 平常都沒有在做事的 之後你就站起來 他就說 爸爸開會 然後他說 好開會 這樣子千萬 開會 然後大概開到9點的時候 他就說 這麼晚還不回家 然後他說 走去吃飯 對然後 吃飯可能還要自己付錢 我記得 對 然後就覺得就是說 真的很累啊 那時候 會覺得說 我來日本幹嘛 對 但是又覺得說 我好像不留下來不行 就好像想證明自己說 我其實是有能力留下來的 所以在那個 待了 公司待了兩年 其實蠻感謝他發簽證給我的 那所以就是 待兩年之後覺得 好我覺得差不多了 就是再待下去的話 可能真的不行了 最主要利用價值是簽證 可以怎麼說 最重要是簽證 對 然後就 換個工作 對 但是以前還漫長在這邊走走看看 這家TOMOS 是以前 我下班的時候 因為這邊啊 就是有便宜的 打折的麵包 然後我那時候每天 晚餐的預算 大概只有120塊日幣 所以我可以下這邊 買一個麵包 當晚餐吃 就是這家TOMOS 那為什麼你當時會窮到只有 120塊的預算吃晚餐 齁 因為那時候薪水真的很低 應該是最低的吧 快到最低 然後 稅又扣了很多 稅扣了很多以外 我的那個老闆啊 他中午的時候 會喜歡大家一起去吃飯 他喜歡那種一直吃飯的感覺 他吃的東西大概都到 1000多塊以上 所以 導致我的晚餐的 他的預算都要壓得非常厲害 嗯 我們晚餐就約了朋友吃飯啦 然後現在在前往餐廳當中 Brukeling Parlor 大家可以一個 期待一下 朋友是誰 我們以為你不想從沒下來 那天進去了 那天進去了 哦 好那我們就要去吃飯吧 好 Let's go 我們吃完晚餐囉 然後剛剛跟Ru講聊天 聊超久超開心 超級開心 謝謝你們兩位 對我們從大前輩裡面學到很多 經營自媒體的方式 真的受用受用 對我們兩家起來七十幾歲 跟這個小妹妹大前輩的學校 經營了二十幾年 一定要說 我們今天找的餐廳 真的超好吃的 我們今天的餐廳 都是鮑伯找的 鮑伯真的超會找餐廳的 大家如果要看的話 可以看鮑伯很厲害 好啦 那今天vlog就到這邊囉 拜拜 晚安